一家四口远从高雄前来 浊西乡南安瀑布旅游 因为天气不错 便向民宿老板借来了脚踏车 夫妻两人分别带着小孩 随着凉风吹拂而来 一家人惬意地享受相聚的时光 突然坐在后座的女童 右脚是不小心地 遭到脚踏车轮卷入 顿时女童是哇哇大哭 还好路过了远景 发现之后赶紧协助将女童 送往医院救治 到达医院之后 夫妇俩也对警方表达了感谢之意 一家四口远从高雄前来 浊西乡南安瀑布旅游 因为天气不错 便向民宿的老板借来脚踏车 夫妻两人分别载着小孩 随着凉风吹拂而来 一家人惬意地享受相聚的时光 突然坐在后座的女童 右脚不小心遭到脚踏车卷入 顿时女童哇哇大哭 刚好遇见巡逻的远景 就赶紧协助将女童迅速送往 医里荣民医院来做治疗 便向民宿借来脚踏车 载着小孩 坐在后座的女童 右脚不小心遭脚踏车卷入 父母检视女童身上的脚伤 警方听到后便当机立断来协助 女童父亲驾车跟在警车后方 将女童送往医院做治疗 日本局长表示 提醒民众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 第122条第一项第一条的规定 自行车不得负载座人 但脚踏车如果有依照规定 安装合格儿童座椅的前座 就不在此线 请民众快乐出游 仍要遵守交通规则 一时大意照生事故 恐怕影响游玩的雅信 记者高双双 玉里卓西采访报道